黃律是只有1.80而已 而且這三角比賽他都攪出了優志先發了眼睛 這個球一壘手 哇 這個球一壘手沒有辦法處理起來 那現在林家瑋要上二壘 要拼二壘 鬼傳球在二壘中間 Safe!Safe! 那現在樂天隊要不要挑戰 非常接近的play喔 對 現在樂天隊這邊應該會提挑戰 哇這個球 其實靈力也傳得相當有水準喔 Fire ian dhav 林志平是用一個 算是強反彈彈跳的接法喔 沒有接到手套裡面去 整個穿越到外野喔 哎 船的已經相當準了 只是說最後一個彈跳 彈得比較高一些些 讓整個TAC的時間 林家瑋也是來得及 搶到這個壘包 看起來二壘選 尤志欽先生站那個位置 站那個角度 看得好像還蠻清楚的 這時候我一壘測的視頻要做事啊 如果說是對這邊 在外野的這種 對方的外野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臂力的展現 如果有特別的去提醒的話 也許真的會對於 林立的處理的回傳球的部分 可能會開放比較大膽的 這種搶壘包的想法 那如果是有的話 那代表這顆球 其實林家瑋的跑壘 是有把這個部分給估算進去的 好 再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 再來看一次這個二壘攻防線 看起來手是先到 好 那後續有沒有 在離開壘包的部分 就因為這時候他take也沒有一直 對 也沒有一直壓在 壓在 也沒有一直壓在 對 也沒有一直壓在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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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剛剛看起來 二壘一審 尤志欽先生 看得應該是蠻清楚的 來 一起穿上我們的 所以 現在的 呃 重播輔助判決的重點 可能在於說 馬傑森的手套 是不是一直黏在 林家瑋身上 好 維其緣看 林家瑋上到二壘 日本職棒 常常講到的 這個球 哇 正中 這個球都噴掉了 對 正中肯特啊 哇 把球撿起來喘咧 也是一個好守備喔 嗯 肯特 踩腳的話 這個有可能會 不一定 主審會接受 今天賽季地形賽 陳潔憲面對肯特 結果打輸了 打了三次的 還打 並不是打不到肯特的球 這個球碰了一下 中間方上的飛球 落地 新生安打 現在阿羅拋出了 林家瑋幫過 算是要拼本 哇 傳到後面去了 傳到後面去了 陳潔憲現在上了二壘 對 陳潔憲打開來了 化好入口 看看這次安打 對傑仙的整個心理作用 有什麼樣的變化 當然 在這種兩人出局 出現安打 無論是打得扎不扎實 而且是帶有打點 是相當即時跟重要的 哇 許民潔投手教練 已經跟裁判要求了 確實喔 所以要把肯特換下去啊 那肯特今天 一又三分之 二絕投球掉了四分啊 他現在帶著 帶頭的資格退場啊 哇 今天同一四隊的打線 在第二局就KO了 樂天隊的先發投手 那樂天隊換投手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這場比賽 有夠了 在這場比賽之後 有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